对于德云社坟王相信许多网友并不陌生 众所周知 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但到了张赫伦这里 就变成了台上无大小台下立新坟 一代新坟换旧坟 坟坟挨着张赫伦 近日坟王张赫伦又开始作妖了 10月19日张赫伦发文表示 要在海外商演中超时 希望不要被扣钱 看到张赫伦如此作死的言论 不少网友表示 伦哥这是奔着摘字去的吧 跟师傅同台还想超时 还敢说出来 他是又要被摘字了 张立民 别看如今的张赫伦 能在舞台上尽情地作死 在当初进德云社的时候 却是非常的坎坷 三进三出德云社 就是说的张赫伦 张赫伦85年出生于黑龙江一春 因为父亲喜欢二人传 从小就耳濡目染 会一些小曲小调 2006年 张赫伦在偶然之间 在电视上看到了 郭德纲的相声 就下定决心去北京 德云社拜师学艺 亲戚们也非常的不理解 学习相声回去 也没地方演出 还不如学习美发版金喷漆 但张赫伦一心只想学相声 揣着母亲给的1300元 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虽然住着35元一宿的小旅馆 但张赫伦却兴奋的一夜未眠 但没想到现实却给了张赫伦当头一棒 第二天考试时 他使出浑身解数 却被拒之门外 张赫伦苦苦哀求 换来了一个旁厅的身份 为了维持生计 还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 但因为利用上班时间练习基本功 没有多久就被开除了 虽然现实生活给张赫伦泼了一条冷水 但张赫伦没有放弃 一边上班 一边准备第二次考试 第二次考试 因为普通话没有过关 惨遭淘汰 站在德云社的门口 张赫伦再一次体会到被开除的滋味 保安娜被开除了 德云社又没要他 公交车停了 他就蜷缩在广场的椅子上 睡了一夜 虽然如此 但张赫伦没有放下加入德云社的决心 也许是他的坚持打动了郭德纲 也许是张赫伦的努力付出有了结果 三进三出之后 张赫伦正式成为了德云社学员 看着舞台上的诗歌们 张赫伦心想 有一天我登台一定比他们说得好 但没有想到 第一次登台观众席上鸦雀无声 我们刚来的时候 岳哥已经上台了 他说得像 一点都不可乐 有一天我要上台 一定说得比他好 后来发现还不如他 有了第一次的舞台经验 张赫伦就开始了不断地摸索 并加入了一些二人传的喜剧元素 效果出奇的好 有了这一次的舞台经验 张赫伦也更加大胆起来 创作出不少的舞台包袱笑料 从那之后 张赫伦在舞台上也越发地游刃有余 09年正式拜师郭德纲 先后跟韩赫小狼赫颜等人搭档 并成为了六队队长 并且跟张云雷 孟赫堂宁云祥三人 并称为德云四公子 一句话谁说的最能打动我 谁就可以赢这五百个洞 你深邃的眼眸让我的灵魂都在颤抖 你有点油腻 乍一看 张赫伦可能许多人都会被他的油腻 长相劝退 但是张赫伦是实打实的内在美 就连郭德纲都称其为德云社创作型人才 甚至连岳云鹏都比不上他 如此多才多艺的张赫伦 也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欢 从小剧场到综艺节目 再到商演专场 一步一步的成为了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师傅郭德纲还为其挑选了一个高学历的搭档 如今他跟郎赫言搭档已经有13年的时间 也有喜欢他们的一众粉丝 哎呀 我的家儿啊 我街楼交家儿啊 老师让我教学 谁要我说等两家儿啊 除了创作能力外 张赫伦的现挂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在德云斗校舍中 张赫伦跟岳云鹏的对话 其实都是没有排练的 甚至张赫伦连剧本都没有 但带给大家许多的欢乐 你能告诉我你经商到底是什么吗 卖布 卖布 我自己编的 布不是应该织吗 编织布 你小笑不敢笑的样子 真的好难看 不经意的包袱可能是最搞笑的 张赫伦随时随地都能带给大家快乐 从一个考川的东北小伙 到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张赫伦也成长了许多 但作为东北人的那种实在憨厚的精神没有变 在德云社黑八月风波中那时的张赫伦 虽然刚加入没有多久 但张赫伦的仗义直言 得到了许多网友的认可 乌鸦反土羊羔鬼路 亲授上知眷念父母 来了是代义投食 德云社只是给了我一个平台 你这话都没经过大脑 你是经过前列线思考的是吧 你来你说你是代义投食 你会什么呀 如果说不是德云社 谁认识你很远 如果不是说师傅把你捧到了新叶故事之后 哪有你的今天啊 我们去过节 他过节干什么呢 钓鱼 你说你要真有事 哪怕你啊 咱就说你比方说你说你得了绝症了 到医院治病去 你说你就去了 你不会去 他钓鱼 你说钓鱼那在河边 那水多深呢 你的个头在淹死你 除此之外 在斗笑社中张赫伦的憨厚 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斗笑社中的其中一期 是徒弟们一起做饼 别的是兄弟 都是找镜头 而张赫伦就一直在那闷头烙饼 岳云鹏还提醒他抬头看镜头 而张赫伦则表示 抬头怎么烙饼 最后连导演都看不下去了 虽然张赫伦在团宗中吃的苦最多 不是挑水就是烙饼 但是成绩却总是不如人意 网友们也戏称张赫伦为郭德纲的惨徒 这个惨还真不是演出来的 感面对记者仗义直言 也能感受到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有不少人表示 之所以张赫伦的在团宗那么惨 就是因为张赫伦是曾经的坟王 你们觉得呢 如今张赫伦跟随师傅海外巡演 也即将结束 希望张赫伦在今年的斗笑社中 能取得好的成绩 带给大家更多的欢乐 感谢观看